重新消息 這個當時買的時候是7萬塊 紅寶 因為我後來有想一下 我覺得這個寶石好像顏色有一點暗 暗了一點 我們來比較一下好不好 典型的歌血紅 這是網民的 這個顏色差距很大 這個看起來像垂涎欲滴的櫻桃 這是蹄瓜 這應該對 這個話敵會選 常常要不要變敵會選 比較暗一點啦 比較暗一點啦 我想請教老師 是 是 那他這個是有經過一度燒還是 他有經過加熱處理 的確 有經過加熱處理 可是我們之前在節目講過 一度燒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被接受的 對 我們就是先讓各位看一下 他這顏色的差距 可能我們像剛剛比不準 我們照片照起來 好 各位看清楚一點 紅寶顏色就很重要 對 你要這個顏色 要稍微深一點 對 要帶一點微微的紫紅色 對 那這是典型的歌雪紅 對 這很漂亮 這是一般的正常光 沒有修飾的燈光 再來就是您這個紅寶石 還有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因為它有四顆蠟多 我們下一張 整個都有裂痕 裂得很凶 傷腦筋 對 當時你買這個價格 其實就是不是很貴的 因為很大部分 都是這個台的錢 不算貴 是七萬塊大部分 都是這個台的錢 對對對 我們來見價 好 請見價 二十萬元 真的 你如果一輩人說豬肝 一輩人說豬肝 對 心裡很傷害 今天還要二十萬 它有四顆拉多 那現在行情 現在只要一顆拉 大約三萬元 其實四顆拉紅寶 要漂亮的 怎麼只有一顆拉 三萬塊而已 對不對 那這個紅寶石 大概是十二萬 這個台頭要八萬塊錢 那如果這個寶石 處理下會更漂亮 沒有辦法處理 完全沒辦法 對 因為它就太裂了 那那個裂痕會影響到 只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它變得很漂亮 是 就是買一個新的 是 那個裂痕會影響到 它多少價值呢 很大 如果它沒有裂痕的話 假如沒有裂痕的話 像這樣的品質 目前的行情 就以這個顏色來講 然後八萬到十萬 那如果換歌血紅 歌血紅 這個顏色的話 是 如果這個大小換歌血紅 換歌血紅 然後乾淨 亮亮的這樣 一樣一度燒好不好 不 一度燒就沒意思了 當然是無加熱處理 一定要無加熱處理 買了這麼多了 還一度燒 就是無加熱處理的話 如果是歌血紅無加熱處理的呢 兩百二十萬 瞭解 蠻厲害的啦 買七萬先拿二十萬的價值 可以的